慶祝活動也不停歇 國民黨部在發雞排跟珍奶 要恭賀全球女將林玉婷勇奪奧運金牌 而林玉婷仰慕的學姐柔道女王連真玲 也替林玉婷奪金感到高興 加油 台灣柔道女王連真玲穿上柔道服 現身2025世狀運企業應援活動 應援世狀運加油 手持看板力挺世狀運 希望各界以實際行動支持參賽選手 現場傳出歡呼聲 因為連真玲從杭州亞運 就拿下女子柔道第一面亞運金牌 這回第三度征戰奧運搭進十六強 讓世界看見台灣柔道實力 還是有一點遺憾 畢竟不是自己想要的成績 但是我覺得柔道真的是一件 比完當下我會覺得說 我練柔道真的是太好了 真的發自內心的替她開心 然後也希望她好好休息 然後好好享受 屬於她現在這個榮耀的時刻 奧運過後柔道初中沒有變 而自己跟大學學妹林玉婷 在杭州亞運一起摘金 這回對方用多金牌 連真玲也送上祝福 台北市長蔣萬恩更表示 要為所有選手來慶祝 台灣的女兒能夠站上奧運電堂 拿到金牌 我想我們都與而涌焰 8月16號參加我們的奧運英雄 時常派對 希望讓所有的選手能夠好好的放鬆 慶祝活動不停歇 國民黨黨部也再度祭出 雞排和珍珠奶茶 恭賀全景女將林玉婷 創造金滿冠成就 政府機關一定要做選手最大的後盾 那當然我們尊重玉婷最後的決定 奧運并幕式圓滿落幕 各個選手都將歇息一段時間 為各自的下個旅程繼續打拼 接著黃石英錄播送台北報導